他,还曾是一名综合格斗教练,当时彭于燕还叫林思琪,也来找他学习综合格斗,就连扎扎会都是他全管理打杂的人员。 教练听说他只学过一年的跆拳道,就让他先和一个助教学习一些基础的动作技巧。 而阿琪却说自己已经报名综合格斗比赛,要多学一些东西,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 教练就让阿琪与助教老师先试炼一下,看看扛不扛揍。 一顿操作,阿琪已经口鼻出血,最后只能投降,扎扎会过来清理摆面,犯着看错在边的阿琪。 他说,别人一脚脚地踢过了,你用肉挡,这样不死才怪,下次试试用金肚去的。 阿琪说,但那样也会痛啊,扎扎会说,你退,他也痛,总比你一个人痛好。 原来,眼前这个擦地的男人,曾经是一位拳王,青年时代,意气风发,为了几十万打的奖拳,断送了自己的拳击生涯。 后来又给人当个打手,结果右郎刚入狱,转眼已经四十多岁,却一事无成,还在外面欠了几十万的外债,时不时还会被讨债的人追导。 现在的他白天躲在拳馆大压,偶尔还会帮师弟带带健身课,夜里他便回到一处很破旧的合租房。 遇到下雨天的时候,屋外下大雨,屋里下中雨,而与他合租的是一对母女。 这位母亲因自己的疏忽,致使小儿子意外溺水,从此便患上了精神病。 而这位九岁的小女孩,除了每天上学外,还得照顾他患病的妈妈。 如此恶劣的生活环境,渣渣辉也只能接受,因为他很穷。 这天,阿琪看到渣渣辉一个人在打沙包,每一拳都很有劲,似乎流露出内心的不甘。 阿琪便想让渣渣辉教他打拳,但他果断地拒绝了。 直到有一天,渣渣辉看到阿琪被醉酒的父亲打得满头是血,还骂他。 说你都快三十岁了,还是一无是处,连自己想干什么都不知道。 而自己三十岁时,早已闯出了一片天。 但阿琪一声不吭,继续来搀扶最久的父亲。 此刻渣渣会瞬间理解了这个年轻人的不容易。 她帮阿琪把他的爸爸送回家,还帮他包扎了伤口。 这时她也知道了,阿琪为什么要参加拳击比赛。 她本是一名富二代,家里有十几亿的资产,但她却只花自己挣来的钱。 别的富二代,粉色西装豪车美女,自己的爸死了。 像中了大奖一样高兴,而她却穿着朴素,自己独立生活,还会去大山里帮助贫困的孩子们。 这天,一张报纸打破了她现有的生活。 父亲炒房失败,负债十亿,行踪成迷。 她找了很久很久,在一间酒吧找到了最久的父亲。 推她回家时,她看到电视上有一个综合格斗的比赛,奖金高达270万美元。 所以她想试试,阿琪再次提出想和扎扎辉学习拳击。 但这一次扎扎辉没有拒绝,因为她从这个年轻人身上,就像看到了迷途知返的自己。 不过扎扎辉还是提出了要赢得的奖金64分。 她是6,阿琪是4,没想到阿琪很爽快地就答应了,扎扎辉又不太好意思了。 毕竟是你挨打,我就吃点亏吧,你6我4。 离比赛开始只剩两个半月,阿琪开始了魔鬼训练,练出拳速度,练体能和力量,练抗击打能力。 就连在阿琪躺下休息时,她都在击打阿琪的腹部。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,阿琪在体能、力量、速度上,都完全达到了一个拳击手的标准。 但扎扎辉觉得,阿琪还必须要会一些锁技才行。 她和阿琪来找拳管教练,教练说要和曾经的拳王打一场。 若自己说了才会叫阿琪,渣渣会很久扶上位台,本来就很胆怯,但看在徒弟的份上,她上了,拳王就是拳王。 受死的骆驼比马大,每一个步伐都是惊艳,每一个拳头都是理解。 她找到了感觉,将教练一下撂倒,同时她又脱臼毛病的胳膊再次脱臼,只见她一下便将它复位,阿琪便开始了学习锁技。 因为时间有限,先教她怎么锁人,不如先教她怎么解锁更有效。 肩锁,十字锁,三角锁,每天把阿琪锁得像个大螃蟹,终于比赛就要开始了。 阿琪的对手是个外国猛男,她在前不久挑战赛里,把阿琪师兄打到昏死。 这也是阿琪的人生中,第一次在这样的擂台上比赛。 这是澳门的MMA比赛,也就是综合格斗。 她结合了拳击,柔术,跆拳,摔跤,跆拳道,散打等搏击运动,被称为搏击运动中的十项拳囊。 获得冠军的选手可以获得2700万美元的奖金。 当获胜的一方成为台主后,接下来必须在两回合内打败挑战者,连赢时场就可以成为总冠军。 而眼前的挑战者是一位没有任何格斗比赛经验的新人。 比赛开始,阿琪利用喳喳挥胶的西洋拳击步伐,绕着敌人转圈,快入快出。 对手怒了,把他逼到墙角角,阿琪很快挂了踩。 没多久阿琪被锁住,但他挣脱了,然后又被锁住,然后又挣脱了。 敌人骑在身上重拳暴击,阿琪争扑不了,只能硬撑,坚持这最后几秒。 第一回合结束,阿琪已经受了不小的伤。 喳喳会对他说,对手用腿破你的拳,已经尝到甜头,下一回合一定还会用腿滴扫你。 你不要躲,硬接,他踢你一脚,你就还他一拳。 第二回合开始,对手果然低扫,一扫,中一拳,再一扫,再中一拳,对手怒了。 又一次把阿琪逼到地上暴打,阿琪满脸是血,被裁判叫停检查,比赛刚重新开始就又被打倒在地。 这次对手用上了锁剂,就在阿琪快被锁死的时候,第二回合结束,阿琪没有被肋主淘汰,他赢了。 这是他作为拳击手第一次获得胜利,他们赢得比赛的画面在电视上直播,但被渣渣会的债主看到了,他们便追到了澳门。 他租房的地方,这群人近来不由分说就动起了手,小女孩的妈妈因此误杀了人,而小女孩逃跑时也不慎跌下楼梯摔成重伤,他的妈妈因此被关进监狱。 不过因患有精神病又被转到精神病院,在接下来的比赛中,阿琪已经人的斗志赢下了好几场比赛。 这一切的坚持与改变,阿琪就是为证明给一个人看,那就是他的父亲,当然这些也都被他颓废的父亲看到。 看着儿子如此拼命,他明白了儿子的用意是想击毙自己,胜利不会来得如此容易。 这天,阿琪面对的是一位他见过的最强的男人,有人把他的鼻梁鼓打断了,喳喳会帮他回正,疼得他撕心裂肺,但他却喊着自己还能战斗,继续斗志昂扬地回到擂台上。 越接近顶峰,遇到的对手越是强劲,这是阿琪遇到的最厉害的男人,李子天,拳弓形的拳手。 比赛刚开始阿琪就被摁在地上一顿抱拳,阿琪用十字锁成功锁住对方,但因为对方力量太大被挣脱,自己反被锁住,但恰好时间到,第一回合结束,而他的师父也因为那对母女的事没有来。 不过他的父亲来了,阿琪依旧尝试用地锁来锁住对方,但都没有成功,这时的阿琪已经开始乱了阵脚,紧接着,阿琪被摁倒在地,他本可以选择投降,但剧痛中,阿琪看见了台下的父亲,自尊心促使他不想让父亲看到他投降,于是他硬撑着, 被对手搅断了肩膀,阿琪再也没有了胜算,最后他被对手一个过背摔,脑袋中地,这一次彻底把他打进了医院,甚至还可能残疾,在医院里,他很久没有醒来,父亲在一旁大哭,这时他终于明白,儿子有多重要,而另一边,被思绪困扰的渣渣灰,也听说了徒弟的惨败,他孤独地躺在出租屋里,这段时间与这对母女的相处,让他感觉到了温暖,也是第一次让他感受到被人需要的感觉,他想保护这对可怜的母女, 但却因为自己的债务风锅连累他们,对自己的鄙视到了顶点,就连破鱼缸里的那条小金鱼都在拼命地挣扎,更何况是自己,他决定他要找回自己,做一个真正的男人,于是他却报名了下一届的综合格斗比赛,他要为拼命的徒弟和那对母女,还有自己,全力战斗一次,这是你从没见过的渣渣灰,已经48岁的他,又决定重返擂台,他在人来人往的菜市场奔跑, 在海滩上练习身法,握着哑铃挥拳攀发阶梯,用头提铁饼,抱着重物冲进海浪里,就算累得呕吐,疼得呲牙咧嘴,徐托摔倒,他也没有倒下,当师弟得知他的决定,急得大骂他找死,但渣渣灰却说,自己都48岁了一事无成,出来的这20年,自己什么都没做过,人生到底为了什么,是狗活还是要战斗,渣渣灰决定用行动来告诉你, 比赛刚开始,他的对手就是打伤徒弟的李子天,他已经成为上一届比赛的总冠军,大家都不看好渣渣灰,因为这行年龄越大,体力肯定不如年轻的选手,怎么打得过这个风投正进的家伙,但渣渣灰毕竟是老将,他有的是经验和沉着,他先冲上去,用手肘挨了对方一拳,试了是对方的权重,然后就是对战,很快他便给了对方两记重拳,但对手体格太强根本没什么事,对方开始反击,很快站了上风, 打得渣渣灰无法还击 就在快结束时,他一个失误,让对手从背后抱起,这招后被摔,曾经摔残他的徒弟,如今师父也要中招,但命运眷顾了他,第一回合的时间刚好到了,第二回合,对手疯狂来袭 再一次对渣渣灰使出过背摔,这次他扎了一个大马步,当他被举到空中时,一记中拳打在对方脸上,破解了这招,接下来对手锁住他的脚,渣渣灰好不容易解了锁,对手又锁住他另一条腿,拳击往往被柔术克制,他第二次逃脱,把对手逼到墙边狂揍,但他又一次被反攻锁住右肩,这次无论如何逃不开了,师弟已经叫他拍手投降, 但渣渣灰没有这个打算,竟然开始往前移动,他利用右肩有多年脱臼的习惯,一个转身,重重地给了他一拳,紧接着又是一拳,然后一个左勾拳,黑欧李子天,他赢了,这是48岁的奇迹,他做到了,就连受伤未遇的徒弟,都高兴地从轮椅上蹦了起来,他俯下身来亲吻着肋排,或比20年,他终于再次赢得原本属于他的呐喊与掌声,这或许就是为什么每一位运动员在夺冠时, 会有那种难以控制的喜悦与成就感吧,故事的最后,这一届的格斗比赛,渣渣灰虽然只连续打赢了三场,但也赢到了不少的奖金,这些奖金让他偿还了所有的债务,小女孩的爸爸也来接他走,分别是,女孩来和渣渣灰道别。 当我们身处绝境时,千万不要自甘堕落,放弃自己,我们要学会绝地反击,迎难而上,凤凰一盘,才能浴火重生,关注阿智,我们下期再见。